帥 Lis 您聽的覺得怎麼樣呢 我聽的覺得很OK阿 來吧 大家好 歡迎來到寶州的瑪克姓香 hi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的瑪克姓香 你好我是熊瑪克 我是瑪莉 你怎麼樣 不是 你開心笑得是怎樣 你每次試音的時候說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一開始想嗨我是馬克 那我們適音的意義在哪 你覺得我在適音的時候沒有放全部能量 適音的時候病菸菸懶懶散散不上心 不在狀況內敷衍我 我沒有敷衍你啊 我是覺得如果我用適音的方式來做馬克信箱的節目的話 應該大家會聽得有點難過吧 我們不是要這種沒有力量的教主聲音 之類的之類的 大家還是喜歡有元氣的 就是像是我上上個禮拜有一次我就說 我要挑戰一件事情 到底有沒有人可以聽出來我那一集要挑戰什麼 今天要公佈了嗎 我今天可以公佈啦 我看了這麼這麼這麼多人的猜測 大部分都猜說 是不是在馬力念信的時候 我不要嗯嗯嗯啊啊這樣子 嗯不是 然後又說當yes man 對是不是都要給很正面的回應 不是 有人說全程塞跳蛋 這個我們未來有一天我們來做 但不是 要我塞還是馬力塞 你們決定 但不是 但不是 嗯 我那一集想要做的是 盡量給沒來由的笑聲 我就是要狂笑 不管怎麼樣我就要一直笑 我就一直 哈哈哈哈 嗚呼耶 的這一種 可是無奈 大家有發現笑聲變多嗎 因為那一集抽到的信 嗯 阿姆對 什麼媽媽死了啊 應該就是難過的信吧 憂鬱症啊 後面在講神啊 喔基督 基督教那些 對啊 根本就沒有機會讓我持續的 開懷大笑 對 我最後有看到了一位非常非常的接近 那我的確就是有希望想要開心一點的做馬克星香啦 希望可以把這個快樂 就是笑的那個氛圍是會傳染的嘛 嗯 所以為什麼台通聽起來會覺得這麼放鬆這麼開心 因為他們真的是很自然的會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 所以我也希望我可以做到那樣子可以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 我盡量 我盡量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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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你喉嚨會壞掉 我告訴你喔 就算是假笑 還是可以傳染 罐頭笑聲是假的 但是 那你就錄你的笑聲然後時不時剪進去不就好了 你要我一直這樣後製 我們今天呢要來回一些新的信件唷 馬克星香呢是朗讀大家手寫信件的一個單元 今天第一封信是來自於我的第一本老師 唉唷 寫信到馬克星香 一文老師為什麼會要寫信啊 而且他隨信附上100元被我強制退回 為什麼你要退回 我就想說老師感覺他賺錢真的很辛苦 你就補貼一下學費啊 我就想說老師100元你拿回去吧 然後他竟然是已經進入到我們馬克星香的精髓 那會幫我搖領吧 會會會會會 老師先生要怎麼稱呼呢 呃他的筆名 都已經講他是誰了 還要講他的筆名 大阪的 大阪的 來囉 來囉 瑪莉 這個是大滿腔 就是 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謝呢 這邊有一個我也不知道的 老師在左下 還有單字教學 平易近人 素直 坦率 素直是坦率 是很平易近人的一個人 好 素直 為什麼這麼有人氣呢 我也了解了 現在呢 老師我也變成了 瑪莉的粉絲囉 每週 每週都很期待 聽瑪莉信箱哦 今後也繼續讓聽眾一起幸福吧 能夠教瑪莉真的是太幸福了 瑪莉為了要讓日文變得更好 你要更加努力哦 我們要一起努力 好的 差不多應該就是這個樣子 謝謝老師 你很棒耶 你看看 你的日文沒有忘記都是沉睡而已 哈哈哈哈哈哈 謝謝 我這封信呢 來自於板橋的伊林 我是不太忠實的聽眾 是表姐把我推入坑的 覺得你們很有趣 偶爾心情不好 不是丹尼表姐吧 對應該是他的表姐 心情不好會點開聽 最近在補之前進度 希望可以堅定聽下去 你們每次都給我滿滿的正能量 我要分享我喜歡了將近一年的男同事 叫做J先生 原本因為日監部的關係 剛應徵進來的時候做晚班 J是在去年十月才進來 是早班 沒有交集 一開始我對他沒有特別的印象 直到過年 我莫名其妙被主管排了一個早班 就開始了我的單戀之旅 那天才知道為什麼有時候上班總會看到一臺R3黃牌檔車停在員工停車場 下班聽情侶檔C小姐跟S先生說才知道那就是J先生的 他身材不高偏瘦 很難想像他騎檔車的樣子 但因此引起了我對他有很大的好奇心 因為看到檔車 然後身材偏瘦 就對他有好感 可能都重 就是那個整個加在一起的氛圍 讓他覺得哇 真好 大肆的課不多 我為了要跟他一起上班 我就拜託主管 你多排我一些早班吧 後來他又主動去買麥當勞雞塊 買一送一 然後殺去J先生家 因為J先生那時候車禍 他蠻主動的 有拉近了一點他們彼此的距離 可是發現他是一個不會聊天的人 我們就有一搭沒一搭的傳訊息 原本要放棄了 可是他後來在開店的時候 會主動輕輕的捶我的肩膀 或是當我玩他手肘的麻醉骨的時候 他也沒有閃躲 麻醉骨是什麼 可能就是這邊尻某一個地方 有麻精那邊 麻醉骨是可以拿來玩的 麻醉骨什麼好玩的 就是想要嗆 會不會麻 好麻喔 有沒有麻 這個沒敲到 那這樣呢 沒敲到 那這樣呢 沒敲到 好了 J先生他不是個會隨便跟人有肢體接觸的人喔 那怎麼會玩麻醉骨 所以我才特別啊 是你誤會了J先生不是隨便會跟人家肢體接觸的人吧 是頭就誤會錯了 是不是太多人都誤會錯這個頭 所以後面都覺得說我是一個特別的人 但你們根本一開始就想錯人了 就像我想分享我今天看到一個廣告牌 我覺得廣告牌蠻值得分享的 但我如果分享在Facebook上面一定會引來很多很多的 逆風 他是逆風嗎 因為這個跟政治有關係啦 可是我想分享的觀點是從廣告跟文案的角度 今天的天很藍嘛 就是你有發現到 然後呢 我今天看到了一塊看板 他也是架在比較高的地方 這塊看板呢 寫著 24年來從未離開過 最懂台北某某某 就是台北市長的候選人這樣子 然後呢 他用的顏色也都是藍色的 那時候我看到這個時候 我就在想說 沒有離開台北 就比較懂台北嗎 就是我深耕在這個區域服務大家 所以當我們一開始已經陷入了他的文案 對陷入他文案邏輯當中的時候 好像就覺得 嗯對他沒有離開過 然後另外的候選人 他們有離開過 或是他們不是一直在這邊的 嗯那這樣我要投給他 但其實你再仔細想一想 他的前提就不一定是對的啊 什麼叫做 現在在聽的很多人也都從來沒有離開過你的城市吧 你懂你的城市嗎 我從小到來台北長大 你說我有多懂台北嗎 也還好吧 嗯 之類的 很想跟大家分享 但我好奇大家選舉的時候啊 都會喜歡跟他們黨的比較高位階的人合照 那個合照真的是有加分效益的嗎 有有有有有 是對比較年長的有加分效益是不是 嗯 我看就覺得你與其在那邊跟我說 比如說好你跟英文有合照啦 你跟誰有合照 就是不比一個你好好跟我說你做過什麼事情比較好 不是嗎 尤其那個合成照的時候看起來就是你們真的有一起拍照嗎 後製吧 我會覺得而且那個版面之大到就是你其實已經把你自己壓縮到很小 你只是要大家看到那一個象徵而已 那我從幾個方面來講啦一個是對於年輕的候選人來說 或是層級位階比較低的候選人來說 他需要比他位階高的人來拉抬他 就是我可能只是一個里長或是我可能只是一個市議員 可是今天呢我可以跟市長候選人站在一起 或是我跟我的總統候選人站在一起 那這個時候總統跟市長因為他們的行銷資源比較多 預算比較多 然後他們也比較被人認識 所以我站在一個名人旁邊就會有一個名人光環 就像很多你去聽那種什麼成功學講座 他們賣票的邏輯是這樣 他們有VIP席還有VVIP席還有VVIP席 那個VVVIP貴到真的超級誇張 有的時候超級有名的人的票 那一張可能可以賣到幾十萬 或當然譬如說你想要跟巴菲特吃一頓飯 那就是天價 那為什麼有人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有機會可以站在這麼有名的人旁邊 跟他一起拍一張照 所以那張照片他之後可以帶來 我那張照片之後 譬如說假設我做的是直銷事業 我可以說嘿你看我跟美國總統雷根 我跟美國總統柯林頓 他幫我握手 很多人就會信喔 那我們這一次會跟那麼多人合照 對啊 其實合照這件事情是要想一想的 如果你真的很在乎跟愛惜你的形象的話 就像你記得有一次嗎 就是我們去試聽某一個講座 然後那個講座老師也很積極的要跟我們合照 那那個合照後來用在什麼地方我就真的不想講 我也不想要知道 對啊 你也不想去追究 因為你現在你沒辦法告訴他說你要把他拿下來喔 對啊 那個就很麻煩 嗯 你那邊結束了嗎 還沒 好啦這個跟J先生後來 在J先生去澎湖玩之後就回到了原點 他回訊息的速度變得很慢 到了一天突然不讀不回了 他主動跟我說話次數變少了 傳訊息也不一定會回了 講了幾句就會已讀 朋友告訴我說是不是該找個停損點放棄了呢 一直以來我都很清楚 J先生即使對我有好感也沒有好的喜歡我 他對我好就僅止於朋友的好 所以我做了一個決定 在馬克信箱念完我的信之後 我就要放下這段單戀了 哇哇哇哇 這封信是來自於2020年的10月5號 不可能現在還在單戀不可能 如果這兩年還在單戀他 我希望到現在你一定要放下了 然後並且購入一本親愛的馬克馬力 對啊 你需要你完全沒有被我們給開示過 對啊 最後我想要對自己說如果這封信很快就被念到 希望聽完信的你大哭一想後就不要再為他掉眼淚了 如果這封信很久很久以後才被念出來 希望那個時候你已經學會如何愛自己 朝著自己想去的地方繼續向前走 來自於板橋的伊林貢獻了100元 今天的最後封信見 親愛的馬克馬力你們好 我是馬鈴吉 很開心這次因為工作的關係可以見到兩位 謝謝你們的聲音陪我度過各種獨處的時間 現在我到這間公司大概半年了 因為比前公司忙 所以下午的哥哥妹妹有意思都沒辦法聽 我真的是一個獅子的心偷 你們還記得半年前有個青春之歌 我Colin說情人節隔天凌晨被分手 那個故事那個就是我本人 也就是那一天我決定要投現在這個工作的履歷 2月15當天也是交建的截止日 因為被分手整晚沒有睡的我 最後在23點50幾分的時候送出我的求職信 好再後來順利錄取了 才有今天跟兩位一起工作的機會 也謝謝那一天在Telegram上面拍拍我的典友們 謝謝你們我正在努力前進喔 關於分手後的事情有機會再補上 我等等就要見到馬克馬力了 我好興奮懂了100元 好的不管你現在人生進入到什麼樣的狀態之中 希望聽馬克西香可以給你一點安定跟穩定的力量 如果覺得聽的時候還不夠的話 拿出我們的聖經來翻一翻 親愛的馬克馬力上甲鐘 那些平台會分享在資訊欄嗎 你說購書平台啊 對購書資訊 再見 再見